Hello, 大家好, 又是十三小推介的時間 那麼快來到星期五, 依舊介紹一條三穿四給大家參考 頭關就是星期五第一場, 威靈頓鳳凰對墨爾本勝利 那你幫我選擇什麼呢? 選擇洋球 作客的墨爾本勝利是洋平手半球 我選擇了威靈頓鳳凰1.81 那你怎麼選擇呢? 先看看 那現在鳳凰排第六位, 勝利是第二位 其實都叫做不是差很多分 反而勝利上場球輸給帕斯光輝之後 將綁手的位置拉開了, 好像差7分的距離 後面的聯賽裡面, 其實都叫做不想點失分 但是都比較困難一點 始終他本身現在的球員都叫做有點累 那加上託和倫好像受傷出不了 那本田龜有都還可以的 那盡是八巴路細斯都還可以的 還還還還還在 那先看鳳凰先吧 那他的主場成績本身都不錯的 那在...等等... 即是在十場的主場裡面呢 那贏四場呢 那和四場就輸兩場 那勝利作客當然是OK啦 那因為始終都是二哥來的 那輸過兩場 和三場就贏五場啦 那在八場的主客場裡面呢 那其實就看回鳳凰啦 那踢得都不錯啦 那上場 雖然半場輸給柳加素啦 那在下半場都追快1比1的 那主場裡面呢 那贏了墨爾本城啦 那也都是... 贏了中岸水手啦 反勝3比2的 那鬥志上呢 就非常之好的 那是輸場對FC式來的 那反而這場球呢 在下半場來說 其實都是可以控制大局的 那追不回來就有些紅色的東西 那我們也看回墨爾本勝 那這隊球呢 那在八場的主客場裡面呢 那剛剛這場是綁手大戰啦 那輸1比2 那其實上半場大家都在一個交絕的狀態裡面啦 那下半場 早早就... 塞了球球 那接著就... 到去到... 末段也都是塞多球啦 0比2 那差不多叫做尾段呢 那八百路細絲追回球 那都為時二晚啦 那其實都看到球員都幾洩氣的 這個階段 那所以這次來到作客呢 那對著... 鳳凰仔的話呢 那其實我感覺上 鳳凰都可以叫做... 即是坐黃黃贏的感覺啦 那何況本身... 勝利作客的成績都不說太好而已 那對著那些... 基本上... 雅德維德園已經硬正少少的球隊已經是沒得贏的啦 還要半場已經輸兩顆 所以頭關呢 那我就選一個... 瘦洋平手半球的鳳凰1.81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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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感谢观看